黃金螃蟹小茶菌 有輕鬆的外套 乖乖射擊螃蟹小菌 沒煩惱好安靜 我要吃飯 罵了一隻 我也是 慘了 我幫你講到第三季了 如果你這才給我拍一隻飛翔子 你就回家屁榴槤吧 高笑了 你以為我們拍好片子 是為了你這個連工資都發不出的 XX吧 感謝各位觀眾朋友的一路支持 作為史上虧錢最多的旅行天團隊 我們回到了一切開始的地方 為各位呈現 一路爆炸Season3 你以為入行是為了這一個個景點 隨著的美食 還是做做的天天大海 熱淚盈眶在路上 如果你想看行程公園 夢想的雞湯 那麻煩出門又轉 我們走好不送 在這個節目裡 我們會告訴你如何Be local 成為當地人 然後Be another one 成為新的自己 所以 你將會看到我們和一路教徒 一起談進宗教遊行 我們回去吧 很熱的 和華人愛一起買菜 學習馬來料理 真不要發光了 去冰城最凶最陰的鬼宅探險 趙家趙家趙家 我應該不是傳說鬼為邪惡的門口 之後楊斑翔在仙本那當海賊王 好嘞 現在讓故事開始吧各位 我是没记得网到人的目标 罗布的罗布的罗布的 双生命中的第三季的女主 是有非常充满的理由的 哎哎哎哎 哎哎哎 帮她了好久不见好家人吗 有点个傻逼 我靠她们家那个 那个墙 我忘了 哎哎哎看到了吧看到了吧 这就是万中无一的脑胎少女 质责我们节目的 纯 丑 乐 罗布 黄金点赞奖的中的正式节奏 大家好像对阿狂到来 写得非常的无动无动 和我们上任务就咀嚼相比 一点都不认为 对我认为她受到的 女主要感到不愿意 我跟你说千银跟那个俠口吃 在干嘛 不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你再弄我了 而云下的一位出移 我心目上的突出馆 彭道上还在我们 就像不一定下一季才会出现 大家就在这边管他了 感觉他人气也不高 集结完毕的我们 下踏于吉隆坡市中心的 康获尔正面 修正一下 第三季的拍摄任务 就正式开始了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离开 那个康获酒店 你知道我们现在去哪儿吗 不知道 我们现在去唐人街 去唐人街干嘛 因为我们走上了其他旅行节目 中央走的景点就到了 看上笑了 那今天我们是去唐人街 是寻找那些当年在南洋 尸首空拳打江山的老泡们 走了呀 走到南洋去了呀 我怎么还找家用的好了 我不要 带你走老男人 老男人 好的按照一段旅行节目的套路 这个时候应该给大家介绍一下吉隆坡 但这舞里面都感觉不到 好 嗯 我们还有一贯的妙性 说是要去唐人街 它果然开始来接上虾丸子来了呀 啊 等一下 我们来看看黑色的坏 西瓜 对西瓜 哇 有点热 你不用喝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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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们来看看黑色的坏 哈哈哈哈 腰挂了 知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啊 不知道 我们现在现在是马来西亚基隆坡的一个叫 叫一个不知名的菜市场 对一个不知名的菜市场 在整个基隆坡的南边 那我们今天菜市场呢 需要去找一位老先生 啊 他会带我们去看一下什么叫真唐人街 走吧 拜拜 我可以说你这种人在电视剧 你就活 你做人家电视剧就活不过两次 你知道这些什么东西吗 羊羊 你看看 你不用那么手去摸啊 好那现在呢 你别瞧我才吃啊 哈哈 那我去 他没有吃早饭 他瓦死了 我们现在呢 我们现在呢是来到了啊 这个菜市场当中的一个小麦 不是小麦 不是小麦 是什么地方这个你还算是 茶餐厅 这个一个茶 露天茶餐厅 然后呢 然后我们现在是找一位清水 清水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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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师傅 但我知道你现在很饿是吧 是吧 那我们稍微吃个导饭 不吃我吃不了了 十点了吃个导饭 这早吃早饭 我也不知道 反而我会看肉很夯死 你一大早吃这种东西真的能够保持练习 可以啊 马来西亚有个厉害之处 就是你根本不需要去翻页什么美食多月 这里平民料理水平之高 已经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力度 比如说PasaPudu这个市场 只是我们乱逛随便发现的 但这里的华人早茶 正是让我们吃的浑身酥软 太好吃 简直不能够好吃 太好吃了 上天了 谢谢 在马来 各位不妨抛弃搜索引擎 自己随机发现美食 会有寻宝一样的快感哦 饱了吗 饱了 好 终于饱了 超好吃超好吃 你可以换个衣服起来不要写饿了 搞得妈的像观众就觉得我在饿你一样 那好 那我们现在去吃完饭 后面那位清叔叔呢 已经等了我们很久了 那我们现在说一定要过去找他 走走走 那个叔叔人呢 叔叔在哪里 叔叔 我们吃好了可以走了 好 好 那我们现在是去哪里 这 坐火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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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火车 火车 看到这里 各位估计要问了 这个NPC金水博到底是谁 出场也太突兀了吧 一看就是你们节目安排好的 呃 其实金水博是我们昨天刚刚认识的 昨天是我们到了江湖的第一天 作为一个勤快的设计组 我们第一件事情就是 吃饭 喝酒 RMSP 不然杨泽说我发现一个很好吃的餐厅 于是我们就去那里 吃饭 喝酒 RMSP 回来身边钻出一个老婆 我们就跟她一起 吃饭 喝酒 呃 她不会玩PSP 老婆说 她女人是来拍节目的 唐人街 那带我 如我可以带你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金水博 否则在认识她之前 我们也不知道自己要拍什么的 在金水博的带领下 我们一路向唐人街挺进 当她听说我们是上海来的设置组的时候 金水博非常的兴奋 她说她有一个好朋友 是她来自上海的姑娘 她现在来了这里 在那个 她现在在这里卖什么 卖药 卖身 真假的 那是很早以前的事了吧 哈 两个月前 两个月前 哈 上海过来她现在在这里卖身 卖身 她现在在这里 你我 你们要 你们要不要见她 金水博你快别这样 我们虽然长成这样 但真的不是那种人啊 哈 如果在上海卖身会赚得多 或是建议卖身 我 我看你 上海的人应该应该会认识她 上海人是太多了 除了想介绍我们认识上海的卖身的小姐以外呢 金水博还有一项技能 就是角力无敌 剑步如飞 来来来来 来 冲冲过来 我说求求你慢点 看到我们的镜头都会是什么样了 然后下一秒 副导演的拖鞋 就被无情地跑断了 他怎么 他怎么 我错 刚才你不是要站在那边 买一个吗 对 就是出来的时候坏了 算了算没什么 没什么 我错 虽然这个金水博和卖身小姐 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都非常的好奇啊 但是这个故事此刻还是先放一放 我们继续聊回唐人街吧 好 那我们现在坐地点 因为今天这个老叔一直跟我说坐火车火车 我还以为坐火车 其实就是坐轻轨 这里是树丹街 这里是不是就唐人区了 华人区 隔壁就是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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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这么多中文字幕 就知道我们如归故里 突然有了家的感觉 你对这里很熟悉啊 我在这里只有做工的吗 在这里工作了以前 你以前做什么呀 你以前做什么 我 对 卖什么 卖那个鸡饭 哦 鸡饭 海南鸡饭吗 海南鸡饭 哦 和金水博一 许许多多的华人在唐人街 也就是磁场街这里 依靠着祖辈流传下的手艺 结合南洋的独特风味 创造出一道道令人难忘的美食 可是这些美味呢 大多数都是咒服夜出 此刻的我们也只能前肠一二姐姐馋了 哇 你看这里真的有这个叫什么 龙眼还是什么的 看得到吗 看得到吗 看得到 我喝了一口 打包一下 我已经知道阿爽的反应了 因为他吃到死也会觉得很冰凉的爽 真的好好喝 真的好好喝 那我来尝一下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哇 滋味绵长 一看就是真材死料的好料 我跟你说话好不走心啊 我来 太好喝了 真的超好喝 超好喝 怎么好喝呢 就是 很凉 很凉 我不会接受嘛 我操阿爽 你的语言组织能力已经到了残疾人的程度 知道吗 而另一方面呢 金水博文准备带我们一一探宝发的旁人街老友 你听说我们是国内来的 这里的华人叔叔博物们就变得热情又简单 从生活聊到生意只剩半个小时都没问题 你们认识多少年了 四五十年了 四五十年了 啊 游名 游名是没有工作的人叫游 我叫我我退休啊 我要做这个了 你也可以做游名吗 对不对 你要就像我做的 好 上海有没有这样的豆腐买啊 上海有 上海有 上海多人 有看到上海的人 为什么 阿光是我的章口 啊 章口我叫阿光啊 我就光 阿光 你做了吗 不是不是香港 哦 香港 香港运来的是吗 运来的 一个是华人士的东西啊 连货来了嘛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生意的 一个礼拜前 一个礼拜前 你的意思是我做了几年对吗 对对对 我本身做了三十多年了 哦 那马上春节就要到了 阿光叔会不会很忙 那比较忙一点 这个礼拜星期六星期天 你这三十天就开始忙了 在这股热情的感染下 有老师和阿爽开始脑袋发疯 问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问题 这里有没有人从进货时候义无进货的 这样我都不懂 这不知道 不知道 嗯 这边这边价格低一点 还是国内价格低一点 你们进货的 哈哈 哈哈 太机密了 快去干嘛 这个机 好了好了好了 好你去国内进来就比 但是如果量大的话 对 对 量大是多大 哈哈 你们到底在干嘛 说好不会自觅啦 可能你就要去问你们那边了 哦 好对对对 这个不问这个不问 一次一千歌 我听到老兄讲你带做领队 带你阿拉上海人去游玩 对对对对 我在带上海人 那你刚才怎么说上海你上海你我还以为你 他还点习惯啊 习惯啊 他不是祖国的人吗 你也是什么 下个月现在考虑可能是回乡 哦回中国去看一看 回乡回我们的祖国 过春节 大家都知道在国际上中马分属不同的国家 但马来华人对于祖国的热情和思念依然 这让我们不禁有一些感慨 聊到这儿 金水博决定带我们去拜访华人区里最有名望的一位 邝福荣洋服店的老板 邝先生 这间唐人街上的百年洋服老店 曾经为首相王室成员量身定制西服 而更难能可贵的是 时至今日阿 他还会店主一样 依然保持着丰富与优雅 OK My name is Kong and I'm a tailor this shop this shop was started by my grandfather 100 years ago in 1915 so we have been laboring as tailors for 100 years yes I'm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this country already my grandfather came from the Kuangtung province we come from a small village during the journey by road back to our ancestral village my father was describing a little bit about the village about the big banyan tree at the entrance to the village when we reached the place he was very delighted that the banyan tree is still standing all our family members are already gone but the tree is still there well my first emotional feeling is that when I reached my village I could feel my blood warming yes I could feel OK I have come back to the village where my ancestors were born I was able to talk to people in the village in our dialect and of course they were very surprised and ask us where do you come back from so we told them how come you can speak how still speak our dialect though we didn't find any of relatives but they welcome us as if because your blood comes from the city yes yes good they said trude good the verification sommes OO 两三百万本 麻烦你给我拿下去一下 这是一套的 一套它有五本 圣经对吗 圣经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 1838年啊 1838年 183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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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两百年 啊 这个你看它保存的很好 我觉得很多人是想买这种书他会找不到地方买 你根本找不到都没有了嘛老实说 都没有了 一套古董一样书 能摸一下这个字 不过两百多年前的书 你看还有这种啊 我看你都是很难找到的 这本是上海 商务文书馆发行的 正面写着社会小说但后面写着 是 言轻小说 这东西绝对是稀有货 绝对是个稀有货 别着急啊 这家书店还不止于此呢 可能是因为跟我们聊得很嗨吧 高先生啊 为我们打开了书店三楼一间 乘风的宝库 随着木门缓缓的开启 整个团队瞬间都惊呆啦 这几年就是个大宝库 漫画的大宝库 知道吗 这是一本 D.C.80年代 D.C.宇宙的大超的一本漫画 然后 这个应该是原主人 那个小孩可能当年自己在书上涂鸦的东西 依然是那个年代的 这本书应该承载了本位小孩子的童年回忆 对 这边呢是这家书店的这个玉曼的板块啊 这些 这个就是大家熟知的灌篮高手 然后这边还有很多就是啾啾 尤其啾啾作为九十年代左右的漫画 我们在这边能够找到九十年代发行的版本 对啊 非常的古老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还会看到什么啊 超牛逼的港曼 龙虎门 黄玉郎先生画的 这些都是当时龙虎门官方在马来西亚发行的刊物 里面的画质颜色什么都还非常的棒 如果真的是港曼 就像新的一样 如果靠你们能拿到食物的话 真的是太牛逼了 太牛逼了 你现在老是跟你说 看书的人不多 年轻人尤其年轻人看书很少 现在年轻人大家现在习惯上网 上网他们是 上网啊这个 Internet这个 Facebook 都不看书了 不过老实讲我觉得 这个不对了 你自己现在有孩子吗 我一个孩子 有孩子 那以后比如像这种书店的话 你们一般会 把这些传承下去 还是怎么说 其实老实讲我们是想传下去的 可是 可是很不信 我的 妹夫的儿子 我的儿子 没有一个人有兴趣做这一本生意 那以后这件书可能就 这个书馆就可能没法传承下去 我说比较难一点 时代在变化 唐人街也是 有几位叔叔告诉我们啊 随着自己的子女外出求学 经商 小到菜场的档口 大到古堡的书店 都可能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 我们很高兴能够在这里 和老华人们相识交流 也真心希望他们能够找到方法 延续这一份来之不易的南洋移民文化 这种妈的话说我们好像还有一个谜团那要解开啊 这个金水博究竟是怎么认识这位上海的卖生的小姐的呢 为了满足大家的八卦之心 不是不是 为了感谢金水博 我们特意邀请她吃了顿饭 也在席间偷偷地问了问她 她到底是怎么认识那位上海的 你出来卖的 你为什么会知道呀 你为什么会知道呀 我跟她在一起吗 在一起吗 你跟她现在在一起吗 现在没有 她以前有谈过恋爱 算是谈恋爱还是算 刚刚认识的 刚刚认识的 刚刚认识两个月 刚认识两个月 我们身体好 你都在身体好 郭郭郭可以认识她 阿博身体不轻 听到羊佛的这句称赞 金水博的脸上露出了羞涩的笑容 而身旁的我们 也感受到了她身体中 涌动着的那笔洪旺之力 所以说嘛 不管时代怎么变迁 各位华人叔叔们都应该像金水博一样 有一个好身体 这也是成年男性的一种 腐蚀的幸福呢 不错 一路爆炸小剧场 各位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呢 又到了最喜欢的广告小剧场的节目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劲宝超游水 一种神奇的舞蹈 它可以轻起电脑屏幕 神奇 那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现在这张片 大家看 打开这张我的自拍照 你们看这是什么 星星 这是错觉 这根本不是星星 是因为屏幕太脏了 我先变一下 啊 变一下 你看 清洗过后的屏幕 就是这样的 这才是我真正的样子 游里有据 令人幸福 大家好 我就是啊啊啊啊啊 爽 在这个环节里呢 我会给大家分享超级有趣的团队日常 满足各位好奇宝宝的窥私欲 你们一定要谢谢我哦 我先吃完泡面 然后我先要去登机了 啊 因为他们现在还没来 所以我给大家唱首歌 然后你们 然后你们看我眼睛 我眼睛已经肿了这里 然后这里 这里长了个痘 这里长了个痘 1月19日 经过了几个小时的等待 我终于和团队小伙伴们会合 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你折吧 危险 他们根本就不懂我对这个节目的价值好吗 不过说起来啊 加入这个穷逼团队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 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 以前这个团队的住宿是这样的 第两个房间 第两个房间 一个房间呢 伙食呢是这样的 所以当大哥把我们领进吉隆坡市中心的 康库酒店的时候 全队人瞬间觉得他有一米八好吗 前一秒还以为自己要睡在桥洞里 后一秒就在焚华都市的心脏地带享受安静的游泳池 尤其我们的脸看上去也没有那么丑了呢 我等一下想把朋友踢下去 1月19号的晚上 我们也是在康库的酒店的餐厨里 举行了第三季的开机夜 我们团里的资深磁火羊駝表示 作为朝向料理和广东菜式的死忠 他也不得不承认这些美食在马来西亚 得到了更充分的进化 当听说我们从中国来拍摄吉隆坡的时候 这里的华人主厨特别为我们准备了东南亚华人的年夜菜 捞生鱼 据说华人过年吃这道菜的时候 就要满多人一起用筷子把材料越捞越高 然后大声说出新年愿望 这样就能讨个好彩头 这真是当天开机夜的惊喜 主厨太贴心了 不过我已经忘记我当时说了啥了 肯定是拍摄大鸡大铃之类了吧 当然了拍摄节目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我们的日常也不全是吃喝玩的 虽然酒店位置方便 但是为了拍摄 大家常常只睡四五个小时 每当看到团里有泪惨了的小伙伴 我们就会像这样 用友谊之光来包容和关爱他们 那这一集的片场日记就到这里啦 接下来结尾的话我也不知道怎么写 总之 大家拜拜 就这样啦 It's the night goes on I go from feeling out of place to feeling like a ghost But you miss me when I'm gone But when I'm alone It's like I'm meeting in the pain of these walls The loneliness Loneliness We'll keep me warm tonight It'll keep me warm seeing as you want I know I've got loose ends Leaving me to spend Too many nights driving down dead ends I guess I'm Looking for something more than this More than this If the open road is my home I'm never leaving All the small towns make me throw away My biggest fears And the big cities Make the fucked up stuff Feel smaller My biggest fears şey It's It's You It's It's